塑料是最好的发明还是最坏的发明 它方便耐用曾被誉为现代工业的象征 现在却毁于参半甚至成为灾难 一些河流里漂浮着塑料垃圾 海洋里漂浮着塑料垃圾 甚至一些田地土壤中也残留着塑料垃圾 究其原因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江雪峰认为 是因为塑料的生命周期没有实现闭环 难以降解循环 塑料一旦生产出来似乎就会永远存在 最终要么留在土壤里 要么流进海洋里 甚至被撕碎成细小的微塑料 经食物或水进入人体 最近江雪峰课题组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那就是用光狙击塑料围成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7月29日 相关论文正式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该期刊是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于1950年共同主办的跨学科科学期刊 半月刊论文的标题是塑料废弃物在可见光下降解为商用化学品和单体 江雪峰是论文的通讯作者 通过大量实验 江雪峰带领的团队发现 使用油鲜离子作为催化剂 以光照作为能量来源 可以对常见塑料垃圾进行降解 整个过程环保节能高效 大家都知道油235有放射性 但油238几乎没有放射性 非常安全 而海水中又存在大量的油元素 现在从海水中提油的技术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 所以人们不用过多担心安全和储量问题 江雪峰课题组设计以溜水和硝酸油作为光敏剂 在常温常压下成功将9种常见塑料降解为本甲酸 和对本二甲酸等化工产品的原材料 其中还包括5种塑料的混合降解 在460纳米蓝光照射下 聚本乙烯可以30%分离产率获得本甲酸 聚本乙烯泡沫可以40%产率降解为本甲酸 高抗充聚本乙烯可以32%收率降解为本甲酸 公斤级PET瓶能够在两天内以88%的产率降解为对本二甲酸 原本这些塑料的自然分解要花几十年甚至数百年 用这种策略在一两天之内就能把它们分解 而且分解出的物质还能拿去做新型的更好的塑料 或者变成医药中间体用到医药上 也有可能用到香精香料生产上 此外塑料垃圾往往带有色素粘合剂水渍甚至污渍 目前处理它们需要前期分解清洗达到很干燥很纯净才行 采用新的光降解方案瓶子不需要清洗 里面有水也没关系标签也不用摘除 即使有色素粘合剂或发泡剂依然可以降解 江雪峰希望能把这项技术应用到复杂真实场景的塑料降解上 为了实现应用放大 作者还设计开发了新型连续流光反应装置 用于PET降解 与试管操作相比 效率提高54800倍 未来它们将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 并研发适用的大型装置 在被问到是如何想到用油来催化塑料光降解这个问题时 江雪峰说我们是一个专注硫化学研究的科研小组 在研究硫的多价态的精准控制合成过程中 要调节硫的氧化态 我们就想找一个绿色而节能的方法 想用太阳光直接氧化硫 因为我们想规避化工生产经常出现的高温高压和高排放 就想用一种绿色的方式来氧化硫 我们找到了油 拿它氧化硫可以从硫米氧化到亚风 还可以氧化到风实现精准调控 它表示油在整个氧化过程中的作用很独特 既然它能够把硫这么精准的调控氧化 而且这么柔和环保 干嘛不拿它来做塑料的氧化和切断 因为氧化以后化学键就会被切断 但又不会完全切碎 不就可以精准降解了 我们就拿它尝试果真可以把塑料可控的氧化切断降解 江雪峰表示 虽然塑料袋造成的白色污染确实让人们头疼 但是大家不得不承认塑料袋如此轻便实用 我们人类不会因噎废食 问题的关键在于 使用完了以后如何处理回收降解高价值利用 江雪峰认为做到闭环和循环才是塑料降解的意义 如果能将使用后的塑料垃圾再次转化为单体 或其他高附加值基础化学原料 用于生产具有不同性能的新塑料 就能最大程度减少物质和能量的损耗 以及塑料使用后所带来的污染 那么除了上述方案外 还有哪些塑料降解技术呢 成这限速令的东风 可降解塑料逐渐成为了一门红火的生意 截至2022年底 可降解塑料新增需求增量有望达到227万吨 到2025年可降解塑料新增需求有望超过400万吨 如果以单价2万元每吨的价格计算 市场超过800亿元 空间十分广阔 然而可降解塑料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 从产业现状来看 厂商鱼龙混杂 市场乱象丛生 从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到市场监督 可降解塑料产业自上而下 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塑料作为我们日常生活 经常出现的化工产品之一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见到塑料的影子 快递包装外卖盒超市购物袋塑料瓶等等 便于存储和运输推动了快递 外卖等行业的迅猛发展 塑料是当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材料 其产量逐年增加 然而由于其稳定性高 使用过的塑料一气到环境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大多数塑料为热塑性塑料 反复融融成型会引起高分子链发生热分解 进而导致物理性能降低 这是阻碍塑料回收利用的主要因素 塑料袋降解困难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 以塑料袋为代表的白色垃圾 成为了世界公认的白色垃圾 传统塑料会通过填埋焚烧热解 再生造力进行处置 但传统塑料难以降解 也存在着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 可降解塑料被称为解决白色污染的克星 是双碳催生的新兴行业 是解决石油质塑料污染的主要方向 可降解塑料包括四大类 一生物降解塑料 是指塑料在细菌霉菌和藻类等自然环境中 微生物条件作用或影响下进而引起降解的一类塑料 二光降解塑料 是指塑料在自然环境中由太阳光作用而引起降解的一类塑料 三环境降解塑料 是指塑料暴露在自然环境条件下 在光热水氧污染物微生物昆虫以及风沙雨和机械力等综合多方面条件作用而引起降解的一类塑料 四水溶性降解塑料 这一类降解塑料具有水溶性 同时也具有生物降解性 如聚乙吸醇聚乙吸醇淀粉降解塑料等 目前塑料回收主要包括机械加工的物理方法和化学回收方法 机械加工会受到废气塑料中各种添加剂污染物等杂质的限制 且回收后的塑料性能大幅下降 而化学回收方法则是通过将废气塑料转化为高纯度单体或小分子化合物 从而实现重新利用 是一种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回收方法 不过废塑料绝大多数都是不同材质塑料的混合物 回收时需要先根据塑料的化学成分不同进行分类 耗时且成本高 回收所得物料的质量和价值往往低于起始塑料 为解决这些问题 近日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和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研究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采用化学氧化和生物降解两步法工艺 无需分类就可以降解混合废塑料 将混合塑料垃圾转化为有价值的小分子中间体 实现塑料垃圾的高效循环利用 两步法中的第一步是利用催化氧化反应 将聚合物链分解成三种类型的有机酸 两步法中的第二步 自然界的恶臭甲丹包菌通常以乙酸盐 本甲酸盐C4和C520酸盐作为探源 这与第一步自氧化得到的混合有机酸产物非常接近 利用氧气和催化剂将塑料混合物分解成更小 对生物友好的化合物 再通过生物工程技术转化为有价值的化学品 将化学和生物途经结合起来 转化塑料混合物的较为罕见 回收者无需按类型对塑料进行分类 最终降解塑料技术对解决气候变化和废气塑料等 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 是需要我们尽快将技术研究投入到实际应用中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了解哪些领域的前沿科技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